hello 欢迎学习爬虫个人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叫做cookie 那么这个cookie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是属于那个web开发里面的一个这样的知识点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爬虫 爬虫的话 是不是要经常跟这个web来进行打架道 对不对 那要经常跟这个web来进行打架道 那么我们的话 对这个cookie这个知识点的话 就是一定要了解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那么你就不能去做一些比较高级的爬虫 对吧 那么我们这边来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这cookie 在那个网站当中 htv请求的话 它是无状的 什么叫做无状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即使第一次和服务器联接后 并且登陆成功 就是我们在那个网站里面的话 我们会输入那个用户名和那密码 那么把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发送给服务器 发送给服务器 那么服务器的话 在就知道你是谁的 对不对 就知道你是谁的 那么就是要登陆成功以后 第二次服务器就是你第二次请求 那么你第一次是发送用户名 他知道你是谁 对吧 那么如果你第二次 第二次再去请求这个服务器 如果你没有携带这个用户名 那么此时这个服务器的话 还依然不知道你是谁 名字依然不知道你是谁 那么cookie的出现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一次登陆后 服务器他会返回一些数据 也就是给这个cookie 然后流浪器的话会保存在本地 就是加上个cookie信息保存在本地 当该用户发生第二次请求的时候 那么流浪器他就会自动的把上次请求 上次请求这个服务器存储的 cookie信息自动的写的给那个服务器 那么我们服务器的话 通过这个流浪器写单的那个数据 就能够判断出当前这个用户是谁的 好吧 好 那么这样讲一下话 大家可能还有点晕 还有点晕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画个图 来跟大家理解一下 这里边我画了两个框框 上面这个的话代表的是服务器 下面的话这个代表的是浏览器 那么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服务器 我们这个htb协议的话 它是无状的 就是说假如 假如现在你第一次发 第一次我们这个浏览器 就像这个服务器 比如说像摆过这个服务器 发生的一个请求 对吧 比如说它就发生那个登录的请求 登录的请求是那个Ustem 等于XX对吧 然后把password PASWRD 是等于这个123 它把这个用户名和这个密码 发送给我们的这个服务器 那么我们服务器的话 它就知道你当心是谁 对吧 因为你已经把这个 用户名和密码都已经传过来了 那么我就可以认为 你当心是这个用户用户 没有错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如果你在第二次再去发送一个请求 口证加C口证加V 那么你接下来再次 第二次发送这个请求的时候 此时的话 因为你之前是已经发送过一次 用户名和密码 已经登录成功了 对不对 那么此时第二次的话 你就不会去携带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此时我们这个服务器 接受到你这个请求以后 他就说不好意思 因为HTTP状态的话 它是无状态的 就是你上次发送过来的这些数据 你第二次的话 你再发送 你第二次如果没有携带 那么我还是不知道这些数据 那么此时你第二次发送这个请求 这个服务器依然不知道你是谁 依然不知道你是谁 那么这个的话就叫做HTTP无状态 好吧 HTTP无状态 那么我们 那么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第二次发送这个请求 这个服务器依然不知道我是谁 那么如果我想要去做一些和我这个个人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操作 比如说我去修改密码 修改邮箱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的话是必须要登录以后 必须要知道我是谁 才能进行的操作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服务器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我们服务器的话 就是通过这个cookie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他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你第一次发送这个请求 把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发送给我们的服务器 对吧 那么此时我们这个服务器的话 就将你的这个用户名 将你的用户名 反正他不一定是用户名 不一定是用户名 反正就是一个 我能够识别出你这个用户的一个人的字符 存注到哪里呢 存注到一个这样的cookie的一个这样的盒子当中 这个cookie的话就有点类似一个盒子 这个cookie就有点类似一个这样的盒子 他就将你的这个用户名 假如假如他现在将你的这个用户名 存注到这个cookie里面 我这个地方来拉大点 把拉大点啊 假如他现在就将你的这个用户名存注到的这个cookie里面 存注到这个cookie里面 那么存注到这个cookie里面的话 此时啊 我们服务器的话 你登了成功以后 他是不是应该要返回一些响应给你啊 对 就应该要返回一些响应给你啊 就像是你去登录某一个网站又你登录成功又 服务器是应该要是应该要返回啊 比如说你登录成功啊一些这样的信息给你啊 对 那么他返回一些这样的响应给你的时候 他就会将自动啊 这个服务器的话 他就会将这个cookie信息啊 放到我们的这个放到这个响应当中 然后发送给男人啊 发送给这个浏览器啊 发送给这个浏览器 那么浏览器接受到这个响应以后 他就将啊 服务器返回回到这个cookie信息 重逐 重逐在浏览器本地 重逐到浏览器本地啊 重逐到浏览器本地有什么作用呢 啊 那么以后你下次再去发送 再去向这个服务器发送请求的时候 那么我们浏览器啊 他就会从他的那个浏览器里面啊 他也他也有一个这样的 类似数据库的一样东西 他就从这个数据库当中去查找 查找什么呢 查找和这个服务器 比如说这个服务器是摆坐的服务器 他就会去查找和摆动服务器相关的 这个cookie信息 这样的话 他自动的啊 他会自动的在你发送这个请求的时候 他会自动的将这个cookie信息啊 携带啊 携带发送给这个服务器啊 那么我们服务器的话 他此时接受到你这个请求以后 他就从这个cookie信息 cookie这个核子当中 然后把这个use name 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拿到 拿到以后 他就知道哦 原来你是上一位那个人 对不对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这种目的了 对就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cookie信息的话 就是啊 来解决这个 hcp无状态的一个证的缺陷啊 那么以后我们在网站开发的当中的话啊 基本上890%的这个网站的话 他的那个登录啊 都是通过这个cookie来设计的啊 所以如果我们以后 再去写爬筹 想要去写一些 需要登录以后才能访问到的那些数据 想要去爬取一些啊 需要登录以后才能够访问到的那些数据的话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和这个cookie来跟 来跟他打架斗了 好吧 好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话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cookie 他的一个种的呃原理 他的一个种的原理 好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再回到这个交往当中啊 那么我们上面的话是已经对这个cookie啊 讲了一些原理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cookie 他呢本身的一些这样的东西 好吧 呃cookie的话 他存在的数据啊是有限的cookie啊 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cookie 他的那个英文单词是什么意思啊 他的啊 不是英文单词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周文意思叫做饼干线 什么叫做饼干线呢 饼干线代表的是那个呃呃 留下就是只有一点点对吧 不是一个整的饼干 而是一个饼干线对吧 只有一点点啊 那么为什么叫做cookie呢 其实也是非常好理解啊 呃就像是你是那个 呃就像是你家里一只小猫是吧 偷吃你家的 偷偷吃了那个偷吃的那个饼干 那么的话就留下了一些这样的饼干线 留下了这些饼干线 你是不是就知道啊 可以根据这个饼干线追踪出某些信息出来啊 对 那么其实非常形象啊 非常形象 就这个cookie的话 呃一些这样的饼干线 我就知道我这个流浪器啊 我这个福气就知道你是谁的 通过这个饼干线追踪出来的 对 已经非常形象非常形象啊 好 cookie存储的数据是有限的 对吧 不同的流浪器可能有不同的存储大小啊 但一般是不能超过4kb 就是说你不能把一篇文章 不能把啊 一大桶文字放到一个啊 cookie信息当中 这是不允许的 那么如果超过了的话 我们这个cookie信息 他就存储不下了 因此啊 因此啊 我们使用这个cookie 只能存储一些这样的小量的数据啊 比如说我存储个用户名啊 存储个用户的id啊 存储一些这样的东西 对吧 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cookie它的一个格式啊 它的一个格式啊 它的格式就是sell cookie 然后是内部等于内部等于value啊 就是你这个cookie它的名字啊 以及这个cookie它对应的那个值 它那个值啊 好 下面还有什么呢 experius或者是叫做maxage 这样的话叫做过期时间啊 我们cookie的话 它是有那个过期时间的啊 就是这个cookie信息的话 你不能让它设置完以后 永久有效 永久有效的话 是不是不大安全啊 你想一下 如果我现在在网吧里面啊 当然网吧里面不算是吧 我在我一个朋友里面去登录了 我一个网银的一个账号 那么如果这个cookie信息 它永久的不会过去 那么就意味着 我在我朋友那个电脑 那个那个浏览器上面 永久都处于一种登录的状态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是肯定不安全的啊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cookie信息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过期时间 就是说你可以给它指定 比如说 一小时之后过去 那么的话一小时之后啊 这个浏览器 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cookie信息 从浏览器当中把它给清除掉 有个这样的过期时间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还是那个pass pass的话就是标明你这个cookie信息 它作用的是哪些pass 它作用的是哪个pass啊 之前我们跟大家讲那个什么呢 FML讲那个UR的时候 是不是跟大家讲过这个UR 它的一个账的规则啊 对吧 在这个UR当中啊 跟大家讲过这个UR 它的那个组成部分啊 其中的话就包括那个什么呢 来第二个啊 其中的话就包括那个pass 对吧 就是个pass啊 这个pass后面的话可能有很多 可能也有只有一个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cookie信息的话 如果你只想针对某个pass下面起作用 那么的话你也可以给它指定啊 那么如果默认不指定的话 它就是啊 根目录就是在这个网站 这个域名下面 所有的pass下面都能够使用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是就是pass啊 pass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啊 再往下面看啊 下面一个的话是那个呃 多名啊 就是个域名啊 这个域名 那么如果这个域名 如果没有写的话 那么就是在所有的域名下 不是 就是只能在当群域名下面起作用啊 你想一下啊 我们这边来打个打个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呃 那个cstn 把csdn.net啊 csdn这个网站的话是有 呃 这是它的主页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什么呢 博客这个页面啊 博客这个页面 博客这个页面的话 这个地方 它是它的 它是来的一个子域名 就是这个blog.csdn.net吧 对不对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子域名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poogie信息 它默认的话是只能在这个主域名下面起作用啊 默认是只能在这个主域名下面起作用啊 那么如果你想让这个子域名下面也能够起作用的话 这时候的话你就要去设置一下这个子域名了啊 当然这个东西的话不是我们啊 做爬虫需要了解的东西 好吧 呃 当然你 你要了解的就是 你看一下这个啊 cookie这个域名 它如果以后大家在写爬虫的时候啊 你发现这个cookie我设置完以后 我在一些子域名下面不能使用的吧 那么的话你就可以看下这个cookie 它这个地方是不是设置设置啊 它是不是设置了对不对啊 那么的话就是这部分啊 好 那么下面的话是secret secret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标明这个cookie 是不是指的在那个htbs协议下面才能使用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cookie的格式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那个什么的 cookie 它那个格式啊 真正的那个cookie就是在那个浏览器当中 好吧 我们这个地方右键来检查一下 然后来到这个nanowork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可问的家刷新一下啊 去请就这个摆坐这个网页啊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什么呢 3w.摆坐这个看法 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response headers response headers代表的是那个响 响应头 就是服务器返回给我们的那个响应头 服务器返回给我们的那个响应头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cookie信息 就是存放在这个什么呢 response headers当中 就是存放在这个响应头当中 好吧 好 那么这种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有存储了三个cookie啊 看到没有 是不是有三个cookie啊 第一个的话是那个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个的话叫做key 然后是value对吧 它的那个路径的话是根部路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这个啊 然后是这个啊 那么下面的话也是这个对吧 域名的话是在这个新点百度啊 就是域名的话是等于点点百度点看目 这种写法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啊 在百度下面所有的子域名下面都可以使用啊 就是这个cookie的话 是在百度下面所有的子域名下面都可以使用啊 那么如果你前面没有写的话是只能在这个主域名下面就是说只能在这个3w点这个域名下面才能使用啊 那么如果他这个前面啊给他写了个点啊前面没补充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有呃 abc.1百度点看目啊 那个index.百度点看目什么什么什么新呃 前面任何子域名下面他能够他都他都能够使用这个啊 cookie信息好吧是这一个东西啊是这个东西好吧 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cookie相关的一些这样的知识啊 cookie相关的知识点啊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呃 课程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好吧啊这个cookie信息的话我们那个呃 呃笔记就不错的啊 大家的话也是直接看下这个这样就好了啊 看下这个这样就好了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cookie课程就讲到这里吧啊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